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我是吴文 这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一名男子用棒球棒多次击打他的妻子 残忍地将其杀害 四周后,他又闷死了两个妻子 但他的残暴行为还没有结束 两周后,他在浴缸里淹死了两个小女儿 杀人之后,他还把尸体放在他的货车后面好几周 这名男子为何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残暴的丈夫 今天的这起案件,把我们带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 马里恩县位于该州北部 32岁的凯西琼斯和他的丈夫 还有他的四个孩子就生活在这里 10岁的卡梅隆·鲍尔斯 5岁的普雷斯顿·鲍尔斯 2岁的麦卡利·琼斯 和1岁的阿亚纳·琼斯 卡梅隆和普雷斯顿是凯西和 前夫生的两个孩子 麦卡利和阿亚纳是和现任丈夫生的 她的丈夫叫迈克尔·维恩·琼斯 比凯西大9岁 表面上看起来 凯西是一个非常体贴周到的女人 还是那种会为一个陌生人倾囊相助的人 作为一名兽医技师 她非常喜欢动物 尤其是狗 后来她得了背部疾病 迫使她放弃工作 成为一名全职妈妈 凯西是一位尽职尽折的母亲和妻子 她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尤其是把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经常在社交媒体 上传自己家庭生活的图片和视频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 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样美好 201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让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幸福的家庭 彻底毁灭了 2019年暑假 凯西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生父 凯西的前夫 理查德·鲍尔斯住在一起 两个女儿和凯西夫妇住在一起 8月1日 凯西的母亲尼基收到了凯西发来的消息 问她是否可以照看几天孩子 麦卡丽和阿亚娜 尼基回复说 当然可以 麦克尔独自把两个孩子送了过来 凯西没有出现 这一点让尼基觉得很奇怪 但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几天后 尼基又收到了凯西发来的另一条短信 说她生病了 并问尼基 能否再照顾两个孩子几天 尼基回复道 你生了什么病 是否去医院了 孩子就放在我这里吧 你病好了再来接 凯西并没有回复这条消息 这也让尼基觉得很奇怪 两个星期后 又是麦克尔独自把两个女儿接回了家 凯西仍然没有出现 尼基问麦克尔 凯西去哪里了 麦克尔说 凯西病好了 和几个朋友出去玩几天 在尼基照顾两个女孩的这段时间里 她没有收到凯西的任何消息 这显然不是凯西的做事风格 她从来不会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 而不闻不问 虽然尼基感觉奇怪 但也不便深问了 在西方国家 即使是父母 也不能随便打听子女的隐私 又过了一段时间 凯西大儿子的生日到了 往年凯西都会邀请尼基 还有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参加庆祝 但是今年 尼基和她的另外两个女儿 都没有接到凯西的电话和短信 尼基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认为一定是迈克尔杀了凯西 但是两个女儿认为妈妈反应过度了 她们认为 迈克尔肯定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所以一家人都躲了起来 迈克尔过去曾多次因盗窃和重大盗窃被捕 早在2015年 迈克尔和凯西都在一家动物医院担任兽医技术员 她在那里偷了钱 一把枪和电脑设备后就躲了起来 在那次事件中 她逃到了新墨西哥州 凯西为她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不过 尼基坚持认为 凯西肯定出事了 也许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吧 尼基的预感是准确的 但是 这起案件的残忍程度 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由于一直担心女儿和孙子孙女的安全 尼基打电话报警 要求帮忙查看一下凯西的状况 警方接到报案后 去了凯西的家 但是房子是空的 从外面看 房间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周围的一名邻居对警方说 最近经常从房子里传出强烈难闻的气味 好像什么东西腐烂了 由于没有搜查令 警方并不能对房子进行检查 他们立即开始联系凯西和迈克尔的家人朋友 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9月15日上午 警方发布了一份凯西和孩子们失踪的通告 并开始申请对他们房子的搜查令 在此期间 警方接到了凯西前夫理查德的电话 最近一个月左右 他一直联系不上凯西和自己的两个儿子 理查德说8月10日迈克尔单独把两个男孩接走了 以前都是凯西去接孩子们 这一点让理查德很惊讶 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两个儿子了 迈克尔在接孩子的时候 突然向他道歉说 我以前错怪你了 凯西以前一直说 你经常虐待他和孩子们 我知道他撒谎了 理查德对此感觉莫名其妙 因为两个人是情敌 所以以前很少和迈克尔接触 迈克尔当时的表现 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直到他看到了警方发布的失踪通告 再结合迈克尔的反常举动 让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给警方打了电话 就在理查德打电话的同一天 警方接到消息 迈克尔在乔治亚州 卷入了一起车祸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迈克尔立即承认 他杀了凯西和孩子们 2019年9月 迈克尔在乔治亚州 因一场车祸被捕 现场的警员注意到 这辆车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当他问迈克尔时 他立即说 凯西的尸体在车里 随后迈克尔将警员 带到了一个树林里 在那里找到了四个孩子的尸体 警方将迈克尔正式逮捕 并带回了警察局 在回警局的路上 迈克尔就简单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他首先用金属棒球棒杀死了他的妻子 然后他在不同时间里 分两次杀死了四个孩子 迈克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何会如此残暴 警方很快梳理出了一些迈克尔的成长经历 迈克尔出生在弗蒙特州 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直到他的父亲因犯罪 被送进了监狱 后来他的母亲改嫁了 不幸的是 迈克尔的继父是个虐待狂 在童年时期 迈克尔遭到过性虐待 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在被妻父亲害后 他的母亲并没有给他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也导致了母子间的关系非常糟糕 后来迈克尔得了中毒抑郁症 必须依赖药物缓解病情 成年后 迈克尔在美国海军服役了五年 最后在海军陆战队的医疗部门退役 退伍后不久 迈克尔娶了第一任妻子莎拉 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由于工作原因 他们全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州 2011年的时候 莎拉在一家动物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作稳定后 莎拉又说服医院老板 给迈克尔也安排了一份医院的工作 一开始 迈克尔在医院的名声很好 老板和员工都很喜欢他 2014年 海西也来到了这家动物医院工作 成为了一名技术员 没过多久 迈克尔和凯西就有了外遇 结果 两人都和第一任配偶离婚了 2015年 迈克尔的本性开始表现出来 迈克尔善于操纵人 具有欺骗性 并对女性员工进行性骚扰 得知这一切后 医院老板将迈克尔解雇了 作为报复 迈克尔从医院盗窃了一些东西后 就躲了起来 前面的视频 我们提到了这起事件 在潜逃的过程中 凯西还给他提供了帮助 虽然凯西知道迈克尔劣迹斑斑 但他仍然和他在一起 2017年万圣节 他们结婚了 结婚后 他们生了两个女儿 分别是迈克尔和阿亚娜 小女儿阿亚娜出生不到一年 就发生了这起产案 在警察局里 警方惊讶地发现 迈克尔镇定自若 很配合调查 据迈克尔说 7月10日 他和凯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凯西拿着棒球棒袭击他 他从凯西手中夺下棒球棒 然后开始不停地击打他 直到把他打死 失手杀害凯西后 他把尸体一直放在房子的卧室里 后来由于气味太大 他不得不把凯西的尸体 转移到自己的货车上 作案一个月后 他又分两次杀死了四个孩子 将他们的尸体放在袋子里 然后也放进了自己的货车里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残忍 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 作案后 他将房子清理了一遍 然后开车逃离了现场 在路上 迈克尔打电话给他的前妻莎拉 他在电话里说 我和凯西吵架了 凯西带着孩子们去了他妈妈家 我也想出去待几天 希望可以在你家住 莎拉同意收留他 于是他开车来到了沙拉的家 在沙拉家居住期间 当地遭遇了飓风袭击 迈克尔一直陪着沙拉 这也给沙拉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与此同时 警方也开始寻找凯西和孩子们 沙拉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问他是否见过凯西或迈克尔 迈克尔让他告诉警察 他看见了凯西和孩子们 但没有看到迈克尔 通话结束后 迈克尔意识到 警方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因此当天下午就动身前往乔治亚州 虽然迈克尔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是很有女人缘 即使警察找上门了 这两个女人都愿意帮助他 一般人还真的理解不了 迈克尔和沙拉住在一起时 五具尸体都藏在他的货车后面 沙拉完全不知情 一进入乔治亚州 迈克尔就把孩子们的尸体藏在高速公路附近的树林里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把凯西的尸体仍然留在了货车后面 回到路上没多久 迈克尔在转向的过程中和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 迈克尔在车祸中受了轻伤 于是他自己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在审问过程中 迈克尔还告诉警方 凯西多年来一直在虐待他 他再也受不了了 所以杀了他 警方开始并不相信迈克尔这样的说法 认为他只是想博取同情 然而 据凯西的姐姐说 他们姐妹和凯西在一个充满暴力和不稳定的家庭中长大 三个女孩都被母亲虐待过 童年创伤导致三个女孩长大后 变得有报复心和攻击性 如果凯西在被激怒时辱骂迈克尔 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还有一名迈克尔的同事证实说 迈克尔在工作时 经常接到凯西打来的无数电话和短信 有时凯西会在电话里辱骂迈克尔 这让周围的人都感到震惊 凯西的前夫理查德也对调查人员说 在我们十年的婚姻中 凯西对我进行了身体和语言上的虐待 有一次我在和妈妈打电话聊天 这时凯西喊我吃饭 我没有响应他 这让他非常愤怒 走到我身后 手段电话线 拿起刀 在房子里追我 理查德还告诉调查人员 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迈克尔 他的大儿子卡梅隆曾告诉他 迈克尔和凯西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 甚至还会动手 这几个人的证词说明 迈克尔和凯西的婚姻中充满了暴力 也许这是他杀害妻子的原因 另外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 理查德也是一个不负责的父亲 他并不想要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有时候会几个月不和自己的儿子们见面 如果他能将两个儿子带离这个充满暴力的家庭 或许两个男孩就不会遇害了 但是有一点警方一直都不明白 迈克尔为什么要杀害四个孩子呢 尤其是还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迈克尔说 在杀害女儿前 我曾打算自首 我和我的女儿们在房间里坐了几个小时 最后我放弃了自首的想法 警员又问他 你以前是否虐待过孩子 迈克尔否认了 警方还怀疑迈克尔受到了酒精或毒品的影响 所以做出了这样残暴的行为 但是迈克尔否认了这样的怀疑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了解到了这样一件事 几年前 那天是万圣节 两个男孩都乔床打扮后 来到了学校 年纪最大的卡梅隆 穿了一套篇蝙匣的衣服 在教室里整理衣服的时候 老师发现 他的下背部到处都是瘀青 非常严重 于是老师叫来了警察 最后这起案件并没有得出结论 也没有人被逮捕 然而很多人都怀疑 是迈克尔虐待了卡梅隆 警方一直想知道 迈克尔杀害孩子的真正动机 但是迈克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022年12月8日 迈克尔因杀害凯西 而被判二级谋杀罪成立 因杀害四个孩子 而被判一级谋杀罪成立 由于他已经承认谋杀了他的家人 他的审判直接进入了惩罚阶段 迈克尔可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也可能面临死刑 检察官说 我从来都不支持死刑 但这次我希望迈克尔被判处死刑 因为他杀害了所有家庭成员 而且毫无悔意 辩护律师希望让迈克尔活着 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辩方认为 迈克尔的行为是他童年时期 遭受虐待的结果 同时他还主动承认了自己谋杀的罪行 还主动提供了尸体的位置 希望法官只判处他终身监禁 让他继续活下去 2023年1月13日 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 一致投票赞成判处迈克尔死刑 法官将在2023年的某个时间 正式宣布对迈克尔的刑罚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又是一起家庭暴力引发的悲剧 两个都有暴力性向的人 一次外遇组成了新的家庭 这样的结合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 这起案件中最可怜的就是四个无辜的孩子 无缘无故就失去了生命 很多人直到现在也不明白 迈克尔为什么要杀害四个孩子 即使有童年阴影 也不应该杀害自己的两个女儿 虎毒不食子的道理完全被颠覆了 你觉得迈克尔杀害四个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是否应该被判死刑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最后希望这起案件中的所有受害人 在天堂安好 四个小孩子在天堂能快乐成长 同时请帮忙点赞分享和订阅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见